击打多个地区连日暴雨成灾 灾情持续了好几天 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退 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来读诺西万警告 全国各地会越来越频密发生水灾 而且规模会越来越严重 诺西万说 以往不会发生水灾的地区 如今也难逃一劫 可见应对水灾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民也必须提高安全意识 饱受大规模水灾肆虐的击打 灾情还没有完全消退 至今还有200多人 在临时救灾中心避难 国安会总监诺西万预告 未来全国各地爆发水灾 只会越来越频密和严重 日常的灾气越来越多 越来越越越高 而我最多的疾病 是在当初的灾气越来越来越厉害 现在越来越厉害 尽管部分州属和地区 属于水灾黑区 几乎年年都会淹水 但是国人依旧没有做好 应灾措施 反而习以为常 诺西万透露 手下拿都司里安华 高度关注水灾课题 也一再强调 必须优先关注全国制水工程 并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 拨款118亿令吉 在全国落实33项制水计划 但除了制水 提高人民的安全意识 也相当重要 他说 目前国安会透过国家安全指数 评估国家各方面的安全指标 其中就包括水灾 如果没有国安指数作为参考 就很难推动国安省觉意识 他希望国人多了解国家 在各方面的挑战 以便更有效应对水灾和各种情况 也跟水灾和摇取水灾感 没必须是同在 配偶